公元387年8月 后勤的姚长率领后勤主力 在瓦庭和福登的大军相持 瓦城就是今天的宁夏静元 就在福登和姚长对峙的时候 深处杏城的福佐安 这时候决定要出手了 福佐安和冯义太守兰独合谋 打算趁着姚长在外之际 长安空虚出兵攻占长安 眼见这一切战场上的变化 正朝着有力前勤的方向在转变 然而不怕神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关键时刻 福佐安的弟弟福施奴 完美的权益了猪队友这个角色 应该有的水准 彻底葬送了这一盘好局 这个福施奴对福登 这样一个资历浅 血缘又远的福家远亲 做了皇帝很是不服气 所以多次就劝德哥福佐安要自立为王 福佐安出于大局考虑 一直没听福施奴的 也不知道这福施奴是脑子被驴踢了 还是被门挤了 总之在这个节骨眼上 福施奴居然发动了叛乱 杀了他大哥福佐安自立为秦宫 福施奴这种愚蠢的行为 让他手下那些前秦的将士 士气顿时降到了冰点 毕竟谁都知道 跟这么一个成不了事 且不入流的傻瓜是没前途的 本来要跟福短合作的冯义太守 拦读物这时候对福施奴也是极其不满 断绝了跟福施奴的往来 这样就给后勤的姚长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姚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立刻决定从阴秘率部东进攻打福施奴 姚长的部下听了姚长这个想法 纷纷劝阻他 说陛下您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福登就在咱们屁股后边不远处 随时可能趁虚而入 打咱们身后啊 但是姚长丝毫不为所动 姚长跟手下人讲 福登现在人士众多 不是咱们短期之内就能消灭的 不过福登这个人处事不果决 常常一步战机 我料定他必然不会轻易孤军深入 何况咱们两个月之内就能回来 料福登也没什么作为 果然姚长这次冒险的赌博赢了 正如姚长所料 他走之后福登没有像所有人担心那样 乘虚而入 而反观姚长在这期间是大有斩获 先是击败了早就军心涣散的福尸奴 收编了福尸奴手下的部众 接着又升秦了兰独 占领了福转之前的大本营姓成 解除了自己在北面的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 后秦军的期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后秦大将姚方成 攻陷了前秦雍州刺史 徐松驻守的徐松宝 还把徐松给升秦了 姚方成指责徐松反复无常 罪不容诛 徐松是力声反驳 你们姚家人 姚长为首的是罪该万死 当初姚长本来是要被斩首的 是主上天王福尖救了他的这条小命 还对他唯以重任 荣宠之极 狗和马之类的畜生尚且知道报恩 可你姚长连狗马都不如 竟对恩人下黑手 你们这些羌人哪里能算是人 快点杀我 让我去见先帝 好取姚长的狗命于地下 姚方成恼羞成怒 当即就残忍的把徐松先砍掉手脚 再拦腰切断 最后又斩下徐松的头 把他这头骨上涂成漆 当尿壶 姚长得知此事后 觉得还不够解气 又让人把福间的遗体 也从墓里挖出来 先用鞭子抽了无数遍 再拨取衣服 用荆棘包裹随便挖了个坑 草草掩埋 用丧心病狂来形容姚长这种卑劣做法 一点都不过分 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些不齿的行为 才导致了一个后果 姚长和慕容锤 同样都是肥水之战之后背叛了福间 同样都创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但这两个人在后世的声誉 却有着牛粪和香氛般的巨大差异 福间被鞭尸的消息传了回来 福灯是掩面大哭 随后立即率军来找姚长报仇 两军多次交战互有胜负 半年多之后 福灯和姚长才各自退兵 姚长退回了安定 就是今天的甘肃敬川 福灯则率军到了新平 就是今天的陕西滨县进行休整 临撤兵之前 福灯还想恶心姚长一回 带着一万多骑兵 绕着姚长的营地是哭嚎大叫 姚长听了当然不爽 但是却没率军出击 而是以毒攻毒 以哭攻哭 让全军也用哭来对付福灯 大概是姚长的部下人更多吧 福灯的哭最后哭不过后勤 也只好引军而去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哭战 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两军又开始再次交战 姚长多次失利 后勤军军事低落 姚长觉得可能是福建的神灵 在保卫福灯 便打算以牙还牙 以祈祷至祈祷 但出人意料的是 姚长选择的祈祷对象 竟然也是福建 姚长效仿福灯 在军中设立了福建的神像 并且对着神像祈祷 说您在心平遇难这事 不能怪我 当年我兄长姚湘 北渡黄河也只想回故乡 可您却和福黄梅一起 把他给截杀了 这是姚湘托梦给我 让我替他报仇 不是我的罪过呀 福灯不过是陛下您那个远亲 尚且要为您报仇 我为我哥哥报仇 于情于理都没什么不妥呀 再说您当初封我为龙湘将军时候 不也说过要我效仿于你 以龙湘将军为起点 开创大业吗 我现在就是按照您的指示在做呀 您现在虽然离世 已经成了神 但也不能忘了自己在人间说过的话呀 我姚湘现在诚心的为陛下您立了神像 请您在此好好地休息 不要再计较我的过错了 要被害人保佑杀害他的凶手 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我想啊 这姚湘必定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所谓好事不出门 怪事传千旅 姚湘这种不可理喻的奇葩行为 很快就传遍了关中大地 也成为了百姓的谈资和笑料 福灯当然也有耳闻 福灯登上营中指挥楼的最高处 对着姚湘后勤的军营大声喊话 自古以来哪有弑军的臣子 反而祈求被试的君主保佑的 你觉得天王福建会保佑你这个逆贼吗 姚湘自然是默不吭声 福灯于是气势更盛 继续大呼 弑军的狗贼姚湘快给我滚出来 你和我单挑一决胜负 免得伤害无辜 姚长当时已经六十出头 比福灯大了十几岁 和福灯单挑是明摆的吃亏 自然不可能答应 所以姚长还是一言不发 很显然在两军将士看来 这场嘴仗啊是姚长完败 不仅如此 在此后的多次交战之中 姚长在战场上都没占到便宜 依然是屡屡受挫 自从这个神像立起来之后啊 姚长还晚上经常做噩梦 老是吓住一身冷汗 这么一来 姚长觉得这福建祈祷 似乎起不到作用 反而只有些副作用 于是姚长只好承认 这个试验失败了 又把福建的神像头给砍下来 送给了福灯 福灯连战连节 顺风顺水 这时候福灯的胆子也大起来了 公元389年年初 福灯把全军的资助家眷 和部分老弱残兵留在了大界 就是今天的陕西滨县 和甘肃靖川之间 自己亲率数万精兵 北上攻打姚长的大本营安定 安定就是今天的甘肃靖川 两军数次大战 姚长还是屡战屡败 姚长这时候想了个花招 派自己的儿子姚虫率军南下 打算偷袭福灯在大界的 这个后勤基地 没想到的是福灯早就料到了 姚长这一手 姚长的儿子姚虫 在途中遭到了前勤军的劫机 大败而归是损失惨重 接着福灯又率军乘胜西进 占领了平良 平良就是今天的甘肃平良 随后福灯驻军于今天的甘肃靖川西北 继续对后勤保持着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这时期的福灯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人呢往往就是这样 一旦得意就容易大意 一旦大意往往就要出大问题 这福灯就在自己躊躇满志 信心满满的时候 一时大意栽了个大跟头 咱们下次就接着聊一聊 福灯这个损失惨重的大跟头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咱们下次接着说